今天我們來做蛋白糖霜花 那現在我已經塞了一半了 是我的糖粉 這邊大概是450克 我一年大概會做一次糖霜花 然後做好多不同 可以做蘋果花啦 可以做小雛菊 做一大堆花 然後乾掉以後呢 我可以保存在盒子裡 保存在盒子裡可以保存很久 但是要小心不要被螞蟻吃掉 所以能放冰箱放冰箱 如果沒有冰箱的話放一個 比較不容易被螞蟻吃掉的櫃子 然後呢 這是我們大概450克賽過的糖粉 再來是三大匙 這個是我們的蛋白粉 Marine Powder 會進去先讓它攪一下 蛋白糖霜中超簡單的 再來呢 我們放七大匙的水 這是我的Stan紫麗絲的Mixer 1、2、3、4、7 6個是打蛋的這個attachment 然後就按高速先低速 大概先一檔把它打勻一點 然後等它稍微不會整個硬起來之後 那就轉高速 就看裡面好不好 然後我們要打到大概 好 它差不多都可以轉高速了 然後騎到10分鐘 通常我就打短7分鐘 那我大概9分10分 我就讓它打10分到它幾會停 這個打好以後會有像珍珠一樣的光澤 再來就是它的肩會是挺的 不會歪起來 就是它有點硬了 就是我們蛋白糖霜是這個樣子 就是要打到有珍珠珍珠的樣子 如果說還沒有那種珍珠光澤 表面沒有珍珠的光澤的話 就是還沒有好 再來呢就是大家 我們來今天要做的花 我想做粉紅色 因為其他顏色我也找不到 所以呢 我們就挖一大坨 然後呢 我今天要把這個蛋白糖霜 變成有一點粉紅色 拿一根牙籤 我這個是膠狀的 不是那種水的 所以比較容易上色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如果 太水的話呢 就把整個糖霜都變得有點水水的 然後這一次就丟掉了 不要再第二次回去 不然你的色素容易壞掉 好 耗完了以後呢 把他 攪勻 這個粉紅色有點像人家瘦桃的粉紅色 通常這種花呢 稍微乾了以後一點 他顏色會稍微退一點 所以說要稍微 要注意一下顏色的調配 這是我們 這是拋棄式的擠花袋 那我這邊有一個coupler 我把裡面這個大塊的 塞到底下去 頭朝下 然後擠到最前面之後呢 拿剪刀在這邊做一個mark 它在中間 這邊 做一個mark 你就知道要剪哪裡 從那邊 剪開 這是什麼東西啊 OK 從這邊剪開以後呢 我等一下要先做 除菊 所以我先用 除菊的頭 然後頭 接上去 記得要把那個 袋子塞在裡面 然後再把這個 螺旋的 把它 轉 鎖緊 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會拿一個很大的高腳杯 不是高腳杯 這是很大的啤酒杯 來 鎖緊 那我們剛剛做好的icing 做好的糖霜 剪刀 倒進去 然後 把我們剛剛做好的icing 好了以後,把它放回來 把這個糖霜底下壓 就是我們弄好的糖霜,等一下來吃 那它稍微有點顏色不均勻沒有關係 因為這樣,因為其實花的葉子呢 也不是整個都是很均勻的 再來就是準備我們的花釘 這是我們的花釘 然後呢,我這邊我會先放一塊黏土 或是一塊翻糖 或者呢,這裡有一顆米飯粒也可以放上去 然後這是我們的Daisys 這個網上就可以download 然後這邊我上面再放了一塊黏土 然後呢,放我們的紙 然後再來我們做我們的蘋果花 那我這已經把蘋果花的pattern放上來了 再來就是要怎麼換頭 那這個,你有這個coupler就很容易 你有外面的這個轉鬆 然後呢,把這個頭拿下來 換我們蘋果花的頭上去 蘋果花的頭跟除菊的頭其實長得差不多 但是它就是稍微小一點 上去以後再把它轉緊 然後呢,一樣放一張蠟紙上去 這個蠟紙是一半半透明這樣都看得到 好,那蘋果花呢,它就是稍微比較囉嗦一點了 你中間這邊,你對準 我們就是比較厚的這邊到中間 然後呢,你就對準這個線 上去 然後呢,你要轉回來的時候呢 稍微把它抽進來一點 這樣就會有一朵花瓣 再來一個 第二個花瓣 第三個 第四個就比較那個一點 你頭呢 就要拿高一點 然後再把它抽進來 好 通常是等稍微乾一點才做新 可是我們現在要拍影片 所以我就先把頭 我就先把它點進去了 點幾個小白點 就當花心 不是很好點 因為它還沒有乾 等稍微乾一點再點花心 這就是我們的Apple Glossom 好,然後把蠟紙放過來 抓住我們的蠟紙 把比較厚的那邊對準中間 對準這條線 然後 然後,抽進來 轉轉轉轉轉轉轉 然後,抽進來 抽進來 轉轉轉轉轉 抽進來 最後一朵比較麻煩 好,先抽進來 好呢 等它稍微乾一點之後 我們就可以上這個花心 不過現在沒有 那一朵的回憶 就算是